2月20日第二季奥斯卡中国职业新闻发布会 在MCS Auto举行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长孙文铁 美中企业家商会影视文化委员会 共同主席刘晓菱 美中企业家商会影视文化委员会 美方共同主席Julia Pierre Pong 美中企业家商会发展部主任公冠群 奥斯卡中国职业顾问理查德 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全球创意开发制作总监李贤 以及本次活动的赞助商 美国航空公司南海岸购物广场 大同资本的代表出席新闻发布会 美中企业家商会为什么要举办奥斯卡中国职业 因为奥斯卡是世界 这个大家关注 而且最高的影视艺术的一种盛典 那我们希望呢就通过奥斯卡 中国职业这个平台 对接中国影视的巨大市场 也是现在发展最快 这个各方面的效益也是不断提升的 跟这个世界的影都好莱坞 奥斯卡把它接上 3月4日奥斯卡颁奖晚会的当天 在比华丽山庄Softail酒店 将举办第二届中国职业活动 内容包括中美合拍影片论坛 走红地毯 影视合作对接 观摩奥斯卡和庆祝派对等 据介绍 本届奥斯卡中国职业 将邀请中美电影界知名导演 编剧制片人 中国方面有知名制片人 有小刚 知名导演张继忠 知名女演员王基 男演员唐国强 功夫演员陈胡等 美国方面有好莱坞 尖锋时刻制片人 阿瑟·M·瑟克逊 福克斯全球创意开发制作 总监李贤 好莱坞知名演员胡凯利 知名女演员 梭波·王胜德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